世界上最可怕不是鬼 而是有一个真实的人生活在你身边 你却看不到他 金敏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上班族 白天迎来送往让他疲惫不堪 只有晚上回到家里躺在床上 才能让他感觉到安宁 但是最近金敏发现了一些异常 他的密码锁总有被打开的痕迹 下班回家的路上也总有人尾随 金敏每天早上都会头晕 家里的门口都会打开 马桶店也莫名被翻开 还会凭空多出一些东西 金敏被变态盯上了 他虽然有所察觉 但是始终没法揪出这个变态 这个变态就藏在他家的床底下 每天深夜等到金敏睡着后 他就用药将金敏迷晕 在金敏的浴室里洗澡 宛如一家之主 收拾干净后 他会抱着金敏睡下 在金敏醒来前离开房间 金敏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 他遇到一个难产的客户 金基正 金基正声称金敏勾引他 一定要金敏陪他喝咖啡 多亏金敏公司的科长解围 金敏才得以摆脱 科长一直爱慕着金敏 工作生活上常常照顾他 这天夜里 金基正在金敏回家路上纠缠他 多亏科长出现 将金基正赶走 科长将金敏送到公寓楼下 金敏回到家里 忽然响起敲门声 原来是金敏的钱包 拉在科长的车上 科长专门送了上来 但随即金敏便被吓得魂不附体 金敏从未告诉科长 自己住在哪个房间 金敏借口买咖啡 慌忙撑出门报警 他带着两个警察回来 却看到科长的尸体 原来科长学问过公寓管理员 这才得知金敏的防号 那个变态觉得科长 太过接近自己的猎物 将科长杀死 变态还在金敏的身边 金敏可以感觉得到 他找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终于在床底发现了一个电子钥匙 金敏来到那个房间 房间的主人叫江成慧 通过房间中遗留的信息 金敏和闺蜜发现 江成慧每天都会买一份 3200韩元的商品 他们分头行动寻找江成慧 金敏误打误撞 来到变态囚禁江成慧的地方 江成慧曾试图逃跑 变态砍下了他的腿 一直都是变态 假借江成慧的名义在行动 金敏不敢发出声音 只能看着变态折磨江成慧 金敏的手机发出声音 被变态追逐 他被吓得不敢动弹 闺蜜赶来救了他 金敏没有看到变态的样貌 根据已有的线索分析 金敏证成为嫌疑最大的人 警方将他抓住 又因证据不足将他释放 金敏搬到了新的公寓 金敏证司机报复 变态也在此时袭击了金敏的闺蜜 金敏证再次被捕入狱 警官送给金敏一个 企鹅形状的摄像头 可以连接到手机 金敏将他放到新家的柜子上 金敏出门去超市 挑选商品的时候 遇到了前公寓管理员 这个管理员很是熟络的 和金敏寒暄 但是金敏却感觉到一丝怪异 就在金敏离开店铺的时候 他听到一句三千两百韩元 原来管理员购买的东西 正好是三千两百韩元 金敏不安地跑回家 在家中接到了警官的电话 因证据不足 被释放的经济证被杀了 金敏坐在床边 心中坠坠不安 猛然间他在自己的桌子上 看到了管理员购买的商品 他颤抖着手打开手机 观看他离开家后拍摄的影像 原来管理员就是那个变态 他先金敏一步回家 躲到了金敏的床底 管理员一把抓住金敏的脚踝 金敏和管理员在楼道中追逐 警察赶来也被管理员击晕 金敏和管理员一起被困到一个隔间中 危急关头金敏看准机会 将管理员推到一个铁钉上 管理员死了 管理员所犯的案子 也被警方一一找出 金敏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 这件事情之后 金敏又搬了一次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金敏养成了一个习惯 睡觉前一定要看看床底 只有这样才能安心睡去 刘子弄得这样消磨 İş 这一段时间完整的 这一段时间完整的 明镏我自己的